这些确实值只要你搞定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有了一些对比的策略 比如说现在我建模型 那你说建模型好像对大家来说是 我挑算法的过程 其实并不是这样 算法和数据都会对你最终模型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是这个数据 你说在你填充确实值的时候 你按平均值去填充 和你按中位值去填充 或者说你按一些其他方法去填充 你有一些四五个不同的策略 但最后就会看 每种策略对于最终结果影响 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每种方法都会有它的一个结果值 那最终我们可以来去分析一下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值 会对我结果 什么样的一个填充的方案 会对我最终结果产生一个比较好的影响 那么最终我就用这个方案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说在选择填充值的过程当中 也相当于我们数据 调整一下你的一个输入的数据 调整输入数据会对结果产生非常大影响 这里就要求我们在填充的时候 我们就想好什么价值它是比较合适的 不行咱们分方案去制定 比如说我分了三个策略 三个策略我分别评估一下 哪个策略好我就用哪个 这是咱们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方法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咱们有些平均值有些经验值 这些我们都要进行填充 还有什么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回归模型 来去预测吧 比如说在当前这个任务当中 当前这个任务里我们就想填这个年龄 那我们可以这么想 我把这个年龄当成一些位置量 可不可以啊 我要去预测一下这个年龄 基于它其他的一些信息 去预测它的一个年龄 这也是可以的吧 这就是说现在我要额外做一个回归模型 在这个回归模型当中啊 我就要把所有人的年龄都给它预测出来 这个意思啊 那预测出来值普遍情况下应该更精确一些吧 因为呢我们用平均值 还用中位数填充的时候啊 所有的缺失值都是这样一个值了 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吧 这个啊在特征当中啊 其实上我们是不希望这样的 我们希望特征之间啊 它的差异应该是越明显越好一些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啊就可以去啊 刚刚说了建立这样一个比较简单 比如说你就建立一个反正回归的分类线很多 你随之下找一个回归算法 建立回归模型啊都可以的 这样呢我们还可以用啊 还可以啊用这个回归的模型去回过头来预测一下 最终啊这个确实值到底应该填充的是什么 那这里呢我只是啊 简单的列出来这四点 听起来很简单啊 看起来也很简单是吧 但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问题啊远远不止这四点 就说你说你用一个平均去填充就完事了吗 好像没有啊 你得实际拿着实际的问题 再来想一想这个事啊合不合理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吧 咱们就举咱们现在要填充这个年龄 我说我现在我就拿一个均指去做一个年龄填充 可以吗 听起来没问题啊 这个不是合乎咱们的一个理论的一个依据吗 但是啊咱们来这么想一下 咱们现在有177个确实值 然后呢如果说我按照一个平均去分 那可能有这样一个现象啊 一个小孩他本来是一个五六岁 我说他年龄是二十多岁 这对他最终或名或旧产生很大影响吧 一个老人六十六七十岁了 我还是拿29岁的填充 那这也不太合适吧 所以说啊年龄的浮动区间啊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想想办法吧 我们先看我们有什么东西啊 哪些东西能利用起来 在我的原始数据当中啊 咱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多事啊 我翻到最上面吧 我翻到最上面 咱们回头来看一下 原始数据当中 咱们是不是有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当中啊 它是不是有一些称呼啊 你看Mr. Mrs.啊之类的是吧 那对于这个年龄来说 咱们现在船里边有男性 也有女性 男性和女性总共的平均年龄 十二十九岁 但是男性和女性 他们分别的平均男龄 是不一样的吧 那如果说一个人 他是一个男的 我用男的平均年龄来进行填充 如果说这个人 他是个女的 他是个Mrs 我用一个女性的平均年龄 来进行填充 这样是不是更合理一些呀 也就是说啊 当我们要进行一个 确实质填充的时候啊 我们不能啊 光考虑就是我们 现在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还得考虑一下 就是在整个的数据 特征当中啊 哪些有价值信息啊 我们都可以的利用下来 利用的介质越多啊 我们这个填充 它是不是也就 越准确一些啊 这样就是说 我们现在啊 可以对 人的一个 人的一个称呼吧 还有一些什么 什么daughter啊 还有什么master啊 光害这个 老外的一个头衔啊 这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事 就是说 针对于不同的一个人 比如说分男性 分女性 按照称呼 把这个人分成几组 每一组当中 有各自的一个君子 那我拿各自的君子 来进行填充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人的 一个娘娘缺失了 然后她的称呼啊 她是一个 她是个mises 然后呢 我就mises这组的君子 来进行填充啊 就是要去做这样一件事 那首先要干什么啊 首先我是不是说 哎 我得把这个人的一个 名字的前坠 给他拿到手啊 在这里啊 就是啊 我指定这样一个东西 对于这个 DataFrame来说 指定一个Initial 什么意思啊 看他 看他的一个前坠是什么 然后呢 把我当前啊 就是前面的那个 人的一个名字啊 进行了一个切分啊 按照这样的一个 中文表释 切完之后啊 我就拿到了 当前咱们这个人 他的一个前坠是什么 这块我进行了一个切分 切完之后呢 咱们来看吧 我要画这样一个表格啊 就是Castable 就是咱们画这样一个表 在这个表当中啊 把你扭用的信息 都填进来 选定一个 Color Map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表 绘制出来了 绘制完的这个表 这块你看我有点T一下 因为这么横着看 它是比较舒服啊 就直接能显示出来 这么列着看 看起来太多了 然后呢 对于这个Female 和这个Mail来说 我是不是分成了 就是不同一组啊 这个然后数字 显示着各自的一个组当中啊 它的一个人数的一个占比 分别是有多少人 那你说现在呢 我有了这个值之后啊 它们各自的均值 我是不是就可算了呀 所以说啊 咱们怎么办啊 先年龄去分组 翻组之后呢 再去算啊 它各自的一个均值是什么 这样做的目的什么啊 没有使得你缺失值填准啊 缺失值填不准 肯定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 越准的缺失值啊 肯定会使得 模型啊 效果更好一些的 所以说你看 我这里重新算了一下 重新啊 算了一下 它的一个均值之后 得到结果 你看这个master的一个 什么什么 它的一个均值啊 这个可能这个 这个值啊 算的并不是特别准啊 然后missess missess 还有这样一些其他值啊 我都也算出来了 其实相对什么 我们就是算三种 还有算一个other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均值啊 算出来 你看就是说 对missess 均值是21岁 对这个missess呢 32岁 这个呢 35岁 其他的 四处 所以是吧 所以说啊 各自的一个组 它这个均值的一个差异啊 还是蛮大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均值啊 它的一个差异性 给它体现出来 这个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用啊 这些分组的一个均值 再进行一个年龄填充了 咱们来看 刚才啊 不是指定出来一个值吗 最后咱来看吧 如果说.loc啊 相当于是定位到啊 咱们当前的 deafram当中的 就是一个 就是做它的一个定位吧 在定位当中啊 如果说我看了一下 对于每一个数据来说 如果说它的年龄是空的 并且呢 数据值是这个 为它定义上33岁 如果说其他的啊 都定义成一个指定的一个岁数 就完事了 这个啊 这个啊 就是完全按照我数据当中啊 呈现出来的近隙 进行一个填充的 填充完之后呢 咱们来看吧 中间啊 是一个语的符号 就相当于是 必须你是缺失了 并且它是这个值啊 才能必须 它是这个前坠 才能进行啊 这样的一个填充的 那填充完之后啊 咱们可以就是看一下 你填充完之后的结果 对于我这个frame当中 指定到某一个列 指定到这个 A值列之后 It's now 看一下有没有 点N 看一下所有的 是不是都有缺失的 一打印 看一下 诶 它是一个false值是吧 false值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现在我们就 没有这个缺失值了嘛 没有缺失值啊 我们再来画图 瞅一瞅吧 在这个图当中啊 就是 X轴是我的一个什么 是我的一个粘点啊 然后呢 我的Y轴 是我的一个频数 那这里咱们得到的 一个结果是什么啊 得的结果就是 30来岁到40来岁的人啊 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 这个图啊 就是左边这个图 相当于是没有被获救 右边这个图啊 相当于被获救了 在被获救当中啊 发现这样一个事 你看 被获救的0到5岁的人数 要远大于 没被获救的 0到5岁的人数吧 这也就是说啊 就是可能啊 当时在往这个 曹生满逃的时候啊 你带着一个孩子 我觉得你获救几率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无论是从各种 这样的角度出发啊 我们都是应该 让这个儿童啊 优先去登船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当前 得到的一个 得到的一个 观察的一个结果啊 这是一个小孩啊 他是能备获救的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吧 哎呀 这块出现了一个点 哎 这块有个 这个点 然后他应该是一个1 或者是一个非常小的 然后在之前啊 咱们看数据的时候 咱是不是说啊 数据当中 最大的一个人多大 最大的人30岁吧 啊不是 最大的人是80岁吧 所以说你看 这成下说什么 最大的那个人啊 他也被获救了 这个啊 就是说 可能老人也是一个 也有优先政策 但是我这个 我不太确定啊 就是到底老人 有没有优先确定 因为这个组当中啊 你看在70到75岁 还有这个65到75岁之间 没有吧 一个人都没有啊 这人还买多的 所以说只能说啊 这个巴士人这个人 他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你看60到这个75 啊 65到75 这些人一个获救的都没有 那这块可能因为 他们由于身体的一个原因 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啊 没有能够得到救荣舱 然后呢 死亡人数最多的啊 来看死亡人数最多的哪 30到35的之间吧 为什么 获救的其实也是最多的 因为这一块的年龄段人啊 是最多的 所以说相对来说 获救的也多 死亡的啊 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啊 就是说 对于我的一个年龄 这个属性来说 嗯 它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以及呢 咱们刚才说了 对于确实值来说啊 怎么进行填充 这块我还要再强调一遍 确实值啊 一定大家这么办啊 就是在模型 刚刚也说过了 在模型来之前啊 先把这个确实值 想怎么做 先想好 你可以啊 不用想一种方案 可以想多种方案 一起去做嘛 最终我都可以来做 好几份数据啊 其实一般情况下就是 我们也不在原始数据上 改不改吧 你可以进建很多文件夹嘛 你说 这个是什么策略 另一个文件夹什么策略 每个文件夹 如果说你数据量比较小的 可以都存下来的 每个文件夹 你存当前这个策略 然后最后建模的时候啊 你可以写个脚本嘛 写个判断脚本可以 按照不同的数据 都看一下嘛 最终的结果 一个指标是什么 哪个指标高 我就用哪个 然后呢 当你做的比较熟练啊 做的比较多的时候 之后你也就有了 相当于这样一个经验 这么一说了嘛 这个也就给大家强调一下 确实实际填充 还是蛮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先做这个事 再去建立啊 咱们想去做的一个模型 然后下面咱们接着来看吧 下面这什么 下面咱们刚才是不是说 哎 我在构造这个什么 我在构造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年龄啊 就是缺脂值的时候 然后呢 我指定了一个名字 前准吧 哎 这题好像就是说 我指定一个前准之后 我多出来一个信息吧 那多出来这个信息 有没有用啊 原来咱们名字 这个信息还没有用到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 这个名字 这个东西啊 到底对最终结果 产生多大影响 那现在 我是不是可利用心 多了一个 什么 一个人 他的一个名字的前准啊 Mr啊 Mrs啊 这个东西吧 那所以说你说 这个东西正不重要呢 这东西 现在正不重要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觉得 它是一个信息 我可以利用下来 那这个东西啊 还有学名叫什么 叫做一个特征工程 特征工程啊 咱们以后啊 就是留着 之后啊 慢慢去说 之后呢 我们会围绕 特征工程啊 说很多东西 但是现在啊 提这么一点 就是当我们在构造一份数据 构造一个特征的时候 我们先做这个数据分析的目的 在于什么 在于尽可能多的 给我之后的模型 提供更多丰富的信息 为什么 因为你要建模啊 你可另外一个东西越多 你的模型 可选择的余地 也会越大吧 这里啊 咱们最大的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尽可能多的 先提出来 有价值的一些信息 这个什么 这个是前置吧 前置这个信息 就是我刚才提出来的 那先来看一下 这个信息 它的一个情况吧 这里呢 我看了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海志画了 这样一个点图啊 然后在这里 来看了一下 对于不同的一个 传仓等级 然后呢 不同的一个前置啊 它获救的一个 可能性是有多大的 一等舱二等舱啊 这个趋势 已经能看出来了 然后你看这个 Mr.什么样 Mr.0.4 Mrs呢 它多少啊 它是 这个Mrs 这个呢 这它也差不多啊 都是接近一个 差不多一等舱都满了吧 这也就是跟大家说的 前置跟什么挂钩啊 跟它的一个性别挂钩嘛 所以说 这还有这样一个趋势 然后呢 其他的也都是这样一个趋势 咱们就是 这里还是大家前提上一点 就是我们先尽可能多的 选择一些 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啊 我们都是之后 会提供啊 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然后呢 什么样 妇女儿童啊 优先政策吧 咱们这个啊 刚才也看过了 对